在唱歌群聚案當中 一名北市公司的女職員確診CT值只有12 而她每天都從新店的器材站 搭捷運到中正紀念堂站 再轉線到民權新路站上班 固定搭捷運上下班 足跡雖然很單純 但大家來來去去 同車廂旅客難以掌握 現在只能做好自身防疫 因為新北市確診者足跡非常多 另外永和還有一對開自營工作室的 夫妻兩人CT值都很低 曾經到過全聯的永安門市 才賣日常用品 18號新北市增加七例歌案 都跟房屋代銷吃飯唱歌團有關係 現在疫情已經擴散到新北市第一圈 包括住在新店的北市公司職員 永和自營工作室夫妻 工程零件批發商婦女 還有中和一位行銷公司職員 以及板橋一位國中的女學生 我們這次的這七位 就是都有參與那個吃飯跟唱歌的 裡面有三位只有吃飯 有四位是吃完飯一起去唱KTV 板橋中山路的全家星光人店 就是國中女學生的足跡之一 其他還有去城市蝦皮電道店等等 而三重的幼兒園學童確診 導致醫院大半夜篩爆 是否表示抱歉 因為匡列310人 但實際來篩檢的卻有400人 有積極調派防疫計程車接送 但很多人都在現場等結果 才會出現這個景象 不過好消息是 400位裁檢者全都隱形 TVB的新聞張銘如張玉珂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